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书是《超越自恋》 自恋说起来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的身边总有那么几个看起来很自恋的人 他们不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就是成天孤方自上 我们今天这本书里要讲的自恋呢,指的是自恋变态 这是人格障碍的一种 也被称为自恋型人格障碍,或者病态自恋 自恋变态者在人群中并不算少数 根据美国第四版《精神障碍与统计手册》的权威数据 现在在美国,自恋变态者在人群中的比例高达6.2% 其中接近4分之三是男性 他们可能一方面表现得很爱你 另一方面又不停贬损你 可能口口声声说要对爱忠诚,却又出轨背叛 自恋变态是怎么产生的呢? 怎样正确识别出自恋变态者,又如何逃脱他们的负面影响呢? 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就会告诉你答案 本书作者《让下尔不书》是研究变态心理学的专家 他在法国巴黎、亚绵等地长期设置专业的讲座 还担任多个专业机构的多岛工作 他关于自恋变态问题的观点得到法国精神分析界的认同 布书还写过多部相关的心理学作品 我们今天讲的《超越自恋》就是布书的代表作 本书2014年的出版在法国取得很大成功 我们今天讲的是2018年的新版 书里综合了读者的提问和反馈 还进行了一些补充 法国最重要的日报之一《世界报》曾评论此书 这是一本关于该主题的杰作 这本书共有11万字,分11个章节 环环相扣地从自恋变态的行为表现 讲到它的形成原因和心理机制 然后教了人们在生活中如何认清自恋变态者的真面目 怎么进行心理自救和重建 当然,对自恋变态者来说 阅读本书也是一次自我反思和救赎的机会 接下来我就分两个部分来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什么是自恋变态 它的形成原因和心理防御机制是什么 第二部分,被自恋变态者伤害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 如何停止被伤害 先来讲第一部分,什么是自恋变态 自恋变态是一种人格障碍 常常表现为通过语言贬低,自相矛盾的言行 把自己的内心冲突转嫁到别人身上 从而求得心理平衡 从表面来看,自恋变态者或许还挺友善的 会同情帮助别人 但其实他们内心冷漠,帮忙只是为了拉拢对方 好继续利用别人按他们的意愿做事 自恋变态者看上去自恃甚高 认为自己配得上超凡的人或是 但他们内心又很自卑 一旦被批评,极易羞愧愤怒 自恋变态者善于言辞 讲话总是很有道理的样子 但其目的不是沟通 而是操纵百步人心 他们还会从别人的不自在或自责里获得快感 自恋变态者总是指使别人 恨不得把别人当仆人使唤 自己却不肯付出 连赞美都很吝啬给 只渴望收获关注和赞美 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里讲的变态是一个中性词 它描述的只是偏离正常状态的异常或者病态心理 比如我们常说的强迫症 也是属于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但轻微的强迫行为 比如出门后总要反复检查门有没有关好 并不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很大的困扰 我们今天说的自恋变态也一样 那么自恋变态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呢 作者认为 自恋变态现象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自恋变态者的内心冲突没有被正确地解决 根据精神分析的观点 当人的心理能量在转移消长时产生碰撞 就有可能产生内心的冲突 而这些能量一般以思维欲望或反感等形式出现 比如一边是嘴馋想吃 一边是纠结这次一定要减肥 一边是想参加同学聚会 一边是担心会遇到某个不想见的人 人人都要面对内心冲突 解决方法无外乎合理消化 向外发泄或向内憋去 有的人能合理消化内心冲突 比如求职失败了 就想大不了再试试别的 或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 如果某人有了内心冲突 却总是憋去着不说 他就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等神经症 比如考试失败就灰心丧气 甚至想要跳楼 而许多人格障碍者 比如这里说的自恋变态者 他们就是把内心冲突向外发泄到别人身上 比如工作没做好 就怪同事怪团队 就是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而自恋变态者之所以无法正确解决内心冲突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自我和超我 在成长过程中都没被足够好的构建起来 首先自恋变态者的自我没有建构好 所以他们会产生更多的内心冲突 在经典的弗洛伊德理论里 自我是用来控制本我的 本我就是最原始的本能欲望 比如食欲 性欲等 每个人的自我都是在成长中构建的 这其实是一个学会平衡希望和失望的过程 比如 只有小孩走路摔跤才会怪地板不好 大人这么做就很幼稚了 而自恋变态者始终像个孩子 永远只知道个人欲望和利益都该被满足 一旦得不到满足 他们就会很焦虑 而持续的焦虑不断造成内心冲突 其次 自恋变态者的超我也没有建构好 所以他们无法正确解决内心冲突 超我代表道德 价值和自我理想 它的作用是像法官一样压抑和监控自我 自恋变态者的超我没有发展好 原因主要是童年没得到正确抚养和教育 或处于不够好的生活环境中 表现出来就是 他们的道德感很差 没有负罪感 也不知道行为的界限在哪里 只知道我想要就能要 要不到就得闹 书里讲到一个案例 有个艺术家平时就爱贬低奚落妻子 后来甚至毫无预兆地离家出走了 在别人看来 此人真是放着好日子不过 之所以这样 原因在于这个艺术家的超我 无法有效约束自我 所以当他感到婚姻生活和他的个人自由产生矛盾冲突 就选择一走了之了 而不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 比如尊重婚姻 尊重伴侣来要求自己 因为自我和超我都没有构建好 所以自恋变态者的内心冲突既多又无法正确解决 面对内心冲突带来的身心失衡 自恋变态者需要重新恢复平衡 就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心理防御机制 这些心理防御机制 让他们把内心冲突转嫁给别人 所谓心理防御机制 指的是人在面临冲突等紧张情况时 所采用的一种心理自保方式 比如丢了钱包 安慰自己这是破财消灾 求职失败后安慰自己 这是因为职位不适合自己 或者对方HR不懂得识别人才 心理防御机制可以鼓舞人心 也能帮助缓解我们内心的压力和冲突 但是如果人们过于依赖某种心理防御机制 也可能导致行为退缩甚至心理问题 比如一个人屡屡求职失败 却一味地把问题跪接到别人身上 那他可能不会积极提升自己的能力模型和面试技巧 就更难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或者他想通过暂时不工作的方式 调节恢复心情 但如果过于满足这种不受挫 无压力的状况 人就可能渐渐自我满足地停留在舒适区里 结果就可能是越来越难以面对职场 甚至脱离社会了 自我变态者常用的心理防御机制 归结起来有三种 第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是分裂 所谓分裂就是把对象分成好的和坏的两部分 目的是让自己能够继续接受这个对象 所有人在婴儿期都认为自己和妈妈 或者说外部世界是一个整体 是没有区分的 渐渐地当婴儿发现 妈妈并不会无时无刻满足自己时 就会很焦虑 为了缓解焦虑 婴儿会在心里把妈妈分裂为 好和坏两个形象 这样婴儿能继续去爱妈妈好的部分 不必因为坏的部分而放弃全部的妈妈了 这是正常的心理过程 在成长过程中 人会渐渐明白和接受 自己和外部世界是有区分的 不会再像婴儿那样 因为外界没有满足自己而非常焦虑 但是自恋变态者没有成功度过这个阶段 他们继续使用分裂的方式 把自己分成好的和坏的两部分 比如好的自己是诚实的 坏的自己是爱撒谎的 分裂了之后 自恋变态者就只用面对和接纳自己好的部分 不用面对坏的部分 这样内心就重获平衡了 这其实有点自欺欺人的意思 分裂的防御机制 让自恋变态者经常使用自相矛盾的言行 这能帮他们分裂矛盾的自我 从而缓解内心冲突 书里说了一个名叫皮埃雷特的女性 她的恋爱忠贞观是矛盾的 一方面她对忠贞的要求非常高 经常给男友雅克强调彼此忠诚多么重要 另一方面她自己却经常恋爱劈腿 在这里皮埃雷特就是把忠贞的价值观留给自己 把负面的东西分裂出去 这样她的内心冲突就缓解了 但她是解脱了 别人却迷茫了 心理学研究表明 在自恋变态者长期自相矛盾的言行包围下 受害者的思维 对现实的感知都会出现问题 结果就是被自恋变态者拿捏住了 继续帮自恋变态者承担他们内心的冲突 比如雅克就在皮埃雷特各种自相矛盾的言行下 谈恋爱谈得很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 自相矛盾的话 我们在生活中多少都会说 但这通常和自恋变态者的不一样 正常人会意识到话里的矛盾性 然后自我调整 比如解释道歉 承担讲错话的责任 而自相矛盾到了自恋变态者那里 却成了武器 即便给别人指出来 自恋变态者也会强词夺理或勃然大怒 不会反思 而且还会从别人的错愕或难过中 获得心理快感 自恋变态的第二种心理防御机制是投射 当自恋变态者把内心冲突分裂之后 接着就会把本该自己承担的不良感受扔给他人 这就是投射 投射之后 自恋变态者内心重获平衡 别人却成了他们心理症状的承担者 投射的防御机制 让自恋变态者经常贬低指责别人 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自我责备 让本就脆弱的自我更加焦虑了 比如弗兰克离婚后和前妻轮流照顾女儿 有一次轮到弗兰克送女儿去学校 他却因故没送成 于是弗兰克让前妻来接女儿 当前妻说自己去不了时 弗兰克暴跳如雷 大骂前妻把所有照顾女儿的事都推到自己头上 在此 弗兰克没有想办法解决问题或承认自己很焦躁 而是把自己的无能为力和怒气直接投射推卸给了前妻 自恋变态的第三种心理机制是否认 前面说的投射是指自恋变态者 把自己承担不了的内心冲突扔给别人 而这里说的否认指的是 自恋变态者根本不承认自己犯了错 这样他们就不用面对不完美的自我形象了 自恋变态者很难接受丧失感和挫败感 比如生病、事业失败、人生走下坡路等等 所以他们常用否认的方式来面对这类情况 否认的防御机制 让自恋变态者对于自己给别人造成的麻烦 甚至伤害都表现得漠不关心、很冷漠 他们还很自负 为自己构造起了一个虚假但完美的形象 这让他们看起来超级自信 而一旦虚假形象被戳穿 他们就会重新陷入激烈的内心冲突 所以为了在别人面前维护自己的完美形象不倒 自恋变态者愿付出很高代价 自恋变态者使用这些心理防御机制 把自己的内心冲突转移给了别人 可时间久了 别人就会想要逃离 为了继续有人能帮他们承担这份冲突 自恋变态者主要用三个方法留住受害者 他们分别是粘连、隔离和反复地找回、抛弃、再找回 所谓粘连 粘指的粘 连接的连 指的就是自恋变态者会选择父母、子女、伴侣等亲近的人 来充当自己长期的出气筒替罪羊 因为这些关系比较牢固 不是双方说断就能断的 其次是隔离 完成粘连后 为防止对方离开 自恋变态者会想办法阻止受害者看透自己的行为目的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阻碍关系里出现第三方 比如受害者的朋友、家人出现在他们的关系中 因为第三方可能帮受害者看清局面 这就是隔离 通过粘连加隔离 自恋变态者把受害者留在自己身边 长期承担本该属于他们自己的内心痛苦 比如前面说的弗兰克 有一次他和妻子在家招待妻子闺蜜 而当他外出买东西回来后 刚好看见妻子和闺蜜坐在卧室的床上说悄悄话 于是弗兰克暴跳如雷 责怪妻子和闺蜜的行为玷污了床 还把闺蜜轰出去了 这件事让他的妻子非常崩溃 后来闺蜜还因此跟他断交了 其实 弗兰克早就嫉妒妻子有一个亲近的闺蜜 通过这么一闹 他既孤立了妻子 又转移了自己内心因为嫉妒而引起的焦虑 除了粘连和隔离的方法 自恋变态者还会反复使用找回 抛弃再找回的手段来留住受害者 因为当受害者彻底蒙圈 不变东西时 就更可能一直待在自恋变态者身边了 比如那位自恋的皮埃雷特 他三天两头要和男友雅克闹分手 但他并不是真的想要分手 而只是想宣泄情绪和折腾对方 所以每次宣泄完情绪 皮埃雷特又会把雅克拉拢回来 要么表示自己很后悔 要么埋怨对方不理解自己的苦衷 一旦雅克回头 没多久 皮埃雷特又会顾忌重视 一来二去 雅克疲惫不堪 但又没办法分手 以上说的这三种方法 让受害者很难和自恋变态者断绝关系 如果自恋变态者是父母亲 断绝关系意味着失去亲情 如果他们是配偶 断交意味着失去家庭甚至孩子 正因离开自恋变态者不容易 所以受害者才想着要去改变或适应 但可惜的是 结果往往是受害者快被逼疯了 自恋变态者却依然玩着操纵游戏 到这里我们知道了 自恋变态形成的原因 也了解了他们采取的心理防御机制 以及由此带来的行为表现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 刚才说的这些行为表现 好像很多人也会有 难道他们都是自恋变态者吗 首先 自恋在变态心理中确实很普遍 很多人格障碍中都会有自恋的成分 当代人格心理学有个名为 人性黑暗三角理论 这个理论把人性的黑暗分成三部分 分别是马基亚维利主义 心理病态和自恋 马基亚维利主义指一个人过于理性和冷酷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心理病态指情绪缺乏管理 行为冲动 而在黑暗三角中 绝大部分心理病态的人同时也是自恋的 但这并不代表只要出现自恋的行为就是自恋变态者 作者就指出 很多人都会在某个时刻或场合有不同的自恋表现 比如偶尔自吹自雷 挖苦贬低别人 或在一段情感关系里只索取不付出 我们不能凭此判断他们都是自恋变态者 识别自恋变态需要专业人士的介入 但如果某人的异常行为比较严重 已经让身边人备受煎熬 甚至影响了正常的生活或人际交往 那我们就应该采取措施 来防止自己受到进一步的伤害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讲讲 长期被自恋变态行为伤害的人 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 又该如何停止被伤害 概括地说 如果持续被自恋变态者伤害 受害者会出现以下三类心理症状 而且这三类症状的严重程度是逐渐加重的 第一类症状是心理混乱和紧张 自恋变态者自相矛盾的言行 会让受害者越来越难以判断 自己所听到的 所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受害者长期不相信自己 会导致心理混乱 于是变得警觉和多疑 总感到有危险 却又无法确定 书里举了个例子 埃斯特勒的老板是个自恋变态者 他总是莫名其妙就把埃斯特勒叫过去表扬一通 说埃斯特勒是个很棒的员工 换个时候又说埃斯特勒太糟糕自己要开除他 埃斯特勒被弄得很紧张 不知道老板下一回是要开除自己还是夸自己 当自恋受害者无法消解来自自恋变态者的精神压力时 受害者还可能陷入抑郁 自恋受害者出现的第二类症状是心理防御屏障被逐步摧毁 在自恋变态者身边待久了 受害者的心理防御级别会逐渐降低 比如一开始 受害者还会否认抵制来自自恋变态者的言语攻击 但时间久了 就会如温水煮青蛙一般 渐渐习惯自恋变态者对自己的言语攻击 会觉得或许自己真的是不够好 比如对雅克来说 女友皮埃雷特的忽冷忽热 让他觉得虽然恋爱不易 但毕竟彼此还是真心相爱的 结果是 每当皮埃雷特又玩分手游戏 说一些让雅克痛苦的话时 雅克想的不是要不要分手 或者女友性格很成问题 而是面对真爱 自己却没法做得更好 所以感到很痛苦 当人的心理防御屏障被严重破坏 就会发生人格解体 人格解体是一种精神疾病 核心症状是将自我和身体外部世界分开 并产生不真实感 当人长期面临无法处理的现实情况 为了保全自我 就可能采取这种自毁式的心理防御 书里有个例子 贝尔纳的父亲是个自恋变态者 小时候经常莫名其妙打骂他 但贝尔纳说 父亲打的只是我的身体 所以我的心并没有很痛苦 在这里 贝尔纳把心灵与身体分开了 成为自我苦难的旁观者 他用人格解体的方式来应对父亲的暴力 后来贝尔纳遇到其他冲突 也常常用人格解体的方式来解决 如果冲突来自外部 他就采取置若网闻的态度 如果冲突来自内心 他就选择自我封闭 渐渐的 贝尔纳变得越来越孤僻 最终一个人待在家里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自恋受害者出现的第三类症状 是出现过激行为 过激行为包括情绪失控 暴力举动 最极端的就是自杀 比如自恋变态者皮埃雷特 最终还是和雅克分手了 但分手后 他又加入了雅克所在的一个剧团 然后在剧团活动中 试图勾引在场的每个男人 目的就是让雅克难堪 终于雅克当众失态发火了 皮埃雷特赶紧说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分手就是因为他脾气差 事实上 受害者情绪失控 或做出暴力举动 是因为他们需要把来自自恋 变态者的负面情绪或压力 向外释放 而在不明究竟的旁人看来 受害者反而是心里有问题的人 更可怕的是 自恋受害者还可能自杀 因为此时他们已无法承受来自自恋变态者的精神压力 又不可能变成自恋变态者去枪害别人 所以只得自我毁灭 被自恋变态者操纵会导致这么多心理问题 人们如何远离他们呢 方法分以下三步 第一步是寻求帮助 和自恋变态者待久了 受害者会习惯这种精神折磨 然后逐渐迷失 这时急需的就是看清局面 尽快自我解救 但问题在于 许多受害者 往往是喜欢取悦别人的讨好型性格 他们害怕应付负面情绪 也不敢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欲望 这些性格都让受害者 难以迈出求助的第一步 所以受害者应该有意识地 多和别人聊聊自己的情况 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 这样就有机会从第三方这里 得到有用的看法和建议 第三方可以是客观中立的朋友 心理咨询师或律师 他们能帮受害者 看清自恋变态者的真面目 促进受害者做出改变 从自恋变态者的角度来说 他们无法忍受第三方的存在 因为这个第三方 很可能会暴露 自恋变态者的操纵手段 让他再度面临严重焦虑 而这也反过来证明了 受害者寻求第三方的帮助 非常必要 远离自恋变态者的第二步 是脱离控制 分三个小步骤 首先 受害者应停止 与自恋变态者对话 所谓停止对话 就是面对贬低 受害者不要辩解 因为一旦辩解 自恋变态者就能借机否定受害者的论据 继续带节奏 比如当自恋变态者说 你真是无能透顶 受害者如果说 我不是无能的 自恋变态者就能继续挑词说 难道你做得很完美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切换思路 质问自恋变态者 你有什么权利评价我 这么一来 问题就反弹回自恋变态者自己身上了 而这个情况是自恋变态者无法承受的 于是他们只能停止攻击 其次 受害者应表明态度 受害者要让自恋变态者明确知道 自己对他的言行非常不满 而且不准备再忍受下去了 如果表态后 自恋变态者还是很难缠 就应该直接用不赴约 不接电话等 更果断的方式来应对 让自恋变态者根本没机会 使用他们的各种话术 最后 受害者应放弃理解自恋变态者 所谓放弃理解 就是受害者不再去思考 自恋变态者自相矛盾的言行 不去想他怎么又这样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等等 放弃理解自恋变态者 其实比停止对话更重要 因为即使不再接自恋变态者的电话 只要心里还在想那些糟心事 就还是在受影响 请记住 自恋变态者是人格障碍者 所以不要奢望他们轻易改变 也不要天真的觉得自己能改变他们 离开自恋变态者很不容易 但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受害者还是应该努力远离 正如书里写的 对于自恋变态者 我们能给的最好礼物 就是离开他 远离自恋变态者的第三步是自我重建 离开了自恋变态者的操控后 最重要的就是尽快开始新的生活 自我重建的意义是双重的 首先是找回真正的自己 那些与自恋变态者共处的日子 往往已经改变了受害者的一些心理和行为 比如让本来喜欢交友的人变得孤僻 开朗的人变得阴郁 受害者应该做回原来的自己 爱交友的就去交友 活泼的性格也别再压抑 这样才能驱散自恋变态者带来的阴影 其次是做更好的自己 因为受害者的一些性格会给自恋变态者可乘之机 所以只有针对性的优化性格 才能避免再度被自恋变态者当作猎物 比如不再为维护与他人的关系而委屈自己 不过度压抑欲望等等 受害者可以适当更新朋友圈 结识更能理解自己的现状 能帮自己改变的新朋友 同时也要学会善待自己 关怀自己 客观看待自己的优缺点 以上我们讲了远离自恋变态者的具体方法 当然 离开自恋变态者并不容易 这其实也就是在改变自己 书里写道 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 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遭到过自恋家人的贬低打击 但他们没有自我消沉 而是化伤痛为力量 让自己的心理变得更有韧性 最终逃避了被操控的命运 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南非国父曼德拉曾在总统就职演说里讲过 当我们从自己的恐惧中释放出来 我们的存在也自动解放了其他人 这句话其实也能用来鼓舞自恋变态者 正确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冲突 走出自恋牢笼 而对于所有的自恋变态行为的受害者来说 更要勇于走出失去活力的生活 真正解放自己的人生 好 超越自恋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